上个月英特尔为我们带来的11代酷睿处理器的消息 虽然还是熟悉的配方 但移动端的11代酷睿却采用了10nm制程 架构方面也有不少新变化 至于桌面版11代酷睿大概也会采用10nm工艺 但也不排除还将继续使用14nm工艺的可能 然而就连12代酷睿还没有消息的时候 现在13代酷睿就已经现身了 那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一起跟着超级科来看看吧 前不久英特尔已经正式确认 将于明年第一季度为玩家带来桌面级的11代酷睿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12代酷睿的移动版也会在那个时候公布 预计会采用大小和设计 架构方面应该也会有巨大的变化 但是无论是移动端还是桌面端 12代酷睿应该都会采用10nm工艺了 不然又会被冠以挤牙膏的称号 虽说英特尔才刚刚发布11代酷睿 但现在关于13代酷睿处理器的消息已经泄露出来了 而泄露者还是英特尔自己 据理来说英特尔的工程师日前向Linux 5.10的内核版本中提交了一个特殊的补丁 首次加入了对13代酷睿处理器的初步支持 但主要是设计网卡驱动方面 从补丁中所展示的信息来看 13代酷睿的代号为Meteor Lake 应该是英特尔首款采用7nm工艺的处理器 大概率也会采用大小核心设计 最高将支持16核心32显成 其中8颗大核心8颗小核心 大核心将使用Ocean Cove 而小核则使用Grace Mount 这样来看机架构应该只是12代Corey Outer Lake的改进版 并且不会过于寂静 如果再按照时间线来推算的话 13代Corey预计将在2022年到2023年以前闻市 并且会全面覆盖服务器 桌面和笔记本 但目前不清楚的是 作为首次突破10nm工艺制程的13代Corey 将会继续使用台积电所代工的7nm工艺制程呢 还是由工厂来制作 如果按照英特尔目前的7nm进度来看 很可能会在2022年得到解决 但现在仍是猜测 如果届时英特尔还没有攻克7nm的话 呃...就到我没说 不过另一方面 就算是13代Corey跨路的7nm进程 但也不代表着它就会领先 毕竟到那个时候 隔壁的AMD已经进入Zen4的处理器时代了 从AMD的规划中可以看出 Zen4处理器将会支持DDR5内存PCAE 5.0以及USB4技术 然而更关键的是 它将采用台积电的5nm工艺制程 这对英特尔来说仍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这并不算完啊 由于第10代Corey采用的是LGA 1200接口 那么第11代Corey必然也是采用这个接口 但是到了第12代Corey 英特尔就将改用LGA 1700接口 这也意味着使用IU平台的用户 再过一两年又要换新主板了 虽然还不知道13代Corey将会采用什么样的接口 但即使是继续使用LGA 1700接口的话 恐怕在推出之前 不少玩家就已经转投AMD的怀抱了 总的来说 无论是这两代Corey的发布有多么密集 英特尔想要彻底压制住AMD的话 目前看来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 一方面AMD在不断进步 另一方面英特尔自家芯片的制程工艺确实太落后 7nm也一直没有功课 更何况还只能找台积电代工 但这些仪器也都是英特尔自找的 谁叫它挤牙膏挤了这么多年呢 难不成是体验到了挤牙膏一时爽啊 一直挤牙膏一时爽 所以各位未来是更愿意到按摩店消费呢 还是到牙膏店挤牙膏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带路上留言哦 如果还想要剪更多影片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